大家好,恆子繼續浮浮沉沉 26,200-26,800 似乎都脫離不了上落位 但是恆子大家都沒有看得那麼重 主要市場焦點都是ATM 因為一個反壟斷法 阿里巴巴繼續受到螞蟻金服 二選一的困境 股價已經跌穿了很多條線 連帶著騰訊、美團、京東等 現在大部份的問題都在說 這些罵不罵得底呢? 我覺得要小心一點 因為反壟斷法的牽涉層面 已經不僅是壟斷那麼簡單 很多業務經營的手法 都已經備受質疑 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陸續有來 尤其是擔心未來的時候 在購物網站裡 會不會有些熟客範圍購得貴一點 生客引起入局購得便宜一點 這些可能會牽起很多的訴訟 也不一定 大家要小心一點 所以我覺得阿里巴巴有機會 試回今年的低位 這個低位在3月的時候 疫情正在167元 未必那麼低 可能是180元或者200元這兩個位 才是真正見底的 至於你說,那些回購 對股價會不會太大的幫助呢? 這個我覺得可怨可點 因為如果要回購的話 在220元這個水平做回購 我覺得馬雲未必會這樣做 可能他也會等低一點 才做一個比較有標誌性的回購動作 所以暫時來看 我覺得這些股今天就彈了一點 但是你說之後是不是沒有機會再跌呢? 不是的 穩陣起見 都是等他跌到一口的時候 才再算